最近几年,个别西方国家为了达到抹黑我国的险恶用心,经常无中生有制造一些假的新闻,对我国进行无端指责,比如去年在美国的带头下,个别西方国家竟然拿我国生产的棉花说是,还像模像样地表示,要禁止进口产次中国的棉花,一种普通的农业物竟然也成了个别西方国家攻击我国的工具,由此可见,这些国家为了抹黑我国是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美国带头发出对中国棉花的禁令,目前来看已经成了一纸空文,大家好,欢迎订阅妙文室。 据环球网报道,英国金融时报日前表示,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和瑞典萨布公司在内的一些欧洲军火生产商认为,目前欧洲过度依赖来自中国的棉短绒。 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明·帕珀格表示,目前欧洲大约70%的棉短绒依赖从中国进口,他们担心这一引进渠道突然被切断,所以正在尽可能多地从中国买进补充库存。 阿明·帕珀格透露,虽然他们已经储备了足够三年消耗的棉花制品,但仍然每个月都从中国持续进货,由此可见。 美国牵头联合个别西方国家意图打压我国的棉花出口,在欧洲军火商那里早已成了摆设,欧洲军火商完全不管美国带头发出的这个禁令,不仅持续从我国进口棉花,而且最近几年还在疯狂囤货,完全一副现实版的嘴上说不要,但身体很诚实,那么欧洲的军火制造商为何在疯狂囤积中国棉花? 棉花与军火制造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如果缺少了棉花,欧洲很多弹药生产线估计要关闭,这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在大部分人的印象中棉花的主要用途是制作棉被。 棉肤等产品,实际上棉花的用途有很多,比如制造人民币,人民币的主要制作原料并不是纸浆,而是棉花,确切地说是棉短绒,除此之外,棉短绒是棉花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棉短绒除了可以制造人民币,还是制造消化棉,消化纤维的主要原料,而消化棉的主要用途之一,就是制造炮弹等军工产品,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欧洲的军火制造商在疯狂囤积中国棉花,而不是欧洲的服装制造商,目前中国消化棉的产量占世界消化棉产量的七成还多。 2022年,中国出口了大约2.39万吨消化棉,其中美国,越南和欧洲是进口中国消化棉最多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进口的消化棉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了炮弹等武器装备的制造, 不夸张地说,如果我国停止出口棉花或消化棉,那么美国,欧洲的很多弹药生产线就得关停,毕竟棉花是地里长出来的,无法通过生产线生产,一旦我国停止出口,美国,欧洲等国家一时还真就会抓下,当然,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产棉国,实际上美国本身也是主要产棉国之一。 美国之所以想要带头打压中国的棉花以及棉制品的出口,一方面是为了抹黑我国,另一方面,美国也希望打压中国的棉花出口后,让欧洲等国家多去购买美国的棉花,美国比较擅长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比如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一方面带头抵制俄罗斯天然气,另一方面,美国的LNG船却不断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然后再跑到欧洲高价出售,欧洲那些响应美国抵制俄罗斯天然气, 天然气的国家,到头来却被美国狠狠地宰了一刀,美国虽然也是产棉大国,但美国的棉花太贵了,在中国棉花面前根本没什么竞争力,所以美国才想出了污蔑我国棉花生产的阴招,想打压中国棉花出口的同时,让美国的棉花实现高价出口,但欧洲这些国家也不是傻子,上次天然气被美国狠狠宰了一刀后,这些国家都学精了,管你美国是不是要禁止中国棉花, 他们不仅没有停止引进中国棉花,而且还在疯狂囤货,由此可见,美国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次两次可能还有效果,使用多了只能是自食其果,随着俄乌局势加剧,面临未来北约增加队伍援助,各大军火商纷纷增加了弹药产量,用以支持乌克兰,但弹药关键的火药棉严重短缺, 火药棉就是消化棉,据报道,中国出口的消化棉数量占全球份额的一半以上,欧洲更是70%以上的消化棉来源于中国,其中德国,瑞典,比利时是前三大进口国,因为这三国有许多军火商,他们供应着乌克兰许多的弹药后勤,看似棉花这东西不值钱,但谁又能想到棉花是消化棉重要材料, 而且中国是最主要的供应商,前几年在美国的带领下,西方全体抨击抵制中国的新疆棉花更是恶意宣传歪曲,上升到人权方面,如今,欧洲全体向中国求购棉花,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俄乌冲突后,欧洲知名军火商莱茵金属公司已经囤积了三年的用量,每个月都要进口中国棉花,而为什么会出现抢囤的现象,一方面,确实是用量大增, 美西方全面支持乌克兰打代理人战争,消耗俄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而乌克兰每天使用的弹药量惊人,即便是各大军火商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完全满足,更何况,如今乌克兰战事扩大,北约必须支持乌克兰,那么就必须增大供应弹药的产量,而且不排除北约派出雇佣军间接出兵乌克兰,其次,中俄的关系大家都明白,尤其是中俄同时面临美西方的遏制围堵, 中国一直斡旋希望俄乌可以和谈,但在美西方作梗下,和谈暂时没希望,几个月前,中国的棉花出口偶然停止了,这是欧盟某官员的说法,来因金属公司CEO认为,如果欧洲继续追随美国打压中国,中欧关系紧张,不排除中国会限制出口,因此, 欧洲各大军火商开始了抢囤棉花,一是产量有限,你买了,别的军火商就买不了,大家只能抢,而且如果你不持续下单,就没法持续囤积,当然,军火商们除了向中国下订单外,还向美国等其他棉花出产国下订单,但美国的棉花多贵,当初,美国借着污蔑中国新疆棉花,让欧洲不允许买, 结果美国棉花加价卖给了欧洲,算是割了一波韭菜,美国炸掉北溪管道后,天然气价格飙升,美国运气船源源不断运到欧洲,再次大赚了一笔,可见,美国的双标都是为了赚美元,而且是割欧洲的韭菜,在这方面上,欧洲是深受其害,就和之前美国挑唆澳大利亚反华,中国取消了澳进口农产品,转头那边,美国农产品无缝衔接出口到中国,这都是利益,此次欧洲军火商, 抢囤中国棉花也是一样的道理,中国棉花便宜,军火商们自然要抢囤棉花了,至于什么抵制美国禁令,大家都顾不上了,不得不说,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双标都是一样的,之前双方污蔑指责中国新疆棉花,如今却浑然忘了那些指责,抢囤中国棉花。 果然利益面前,脸面什么都不是,来因金属公司囤积了三年的用量,欧洲其他军火商也在开辟其他进口途径,可以预见,乌克兰战场没那么容易结束,随着战事持续扩大,估计北约各国要继续扩军,甚至派遣军队以雇佣军名义,进入乌克兰和俄军作战,欧洲乱了,最开心的就是美国,只有这样,美国才能通过北约, 牢牢牢把欧洲绑住,为美国全球霸权增加助力,欧元不稳,外资流向美国,这个套路是科索沃战争的复制,当初新生的欧元就差点被美国用这招搞死。 如今,欧洲走到了不得不和俄对抗的地步,欧洲的政客难道都像冯德莱恩一样投了吗?这非常明显地拖欧洲下水,为何总是跟着美国,为美国的利益火中取利,就不能以欧洲的利益为主吗? 美国如今不仅逼着欧洲下场,还逼迫欧洲央行加息,好让欧元为美元垫底,最好是收割欧洲的财富,弥补美债和美国经济的大坑,欧洲在美国的压力下,只能求助中国,欧洲各国政要更是在开始了密集访华之旅,不得不说,欧洲焦头烂额之际,就别跟着美国乱搞了。 欧洲乱了,美国只会快速收割一波,再狠狠踩上几脚,欧洲与其跟着美国围堵中俄,不如一起建立多边格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跟着美国吃亏的只能是欧洲。 此前,俄乌冲突后,美国策划将北溪管道炸了,欧洲天然气价格暴涨,俄罗斯的廉价能源被赶出了欧洲市场,美国一传的高价天然气不停往欧洲运,赚了个盆满钵满,欧洲军火商显然不想天然气的故事,在棉花上再次上演,纷纷加入抢购新疆棉花的大潮之中,注意是抢购,僧多州少。 不抢,真的没货,欧盟还启动了一个价值20亿欧元的基金,用来提高欧洲弹药产量,而向瑞典等国则试图找到新疆棉花的替代办法,但目前还都没什么效果,总的来说,欧洲军火商对新疆棉短容的抢购并非单纯的商业考虑,美国一直放欧洲的血来补充自己,现在欧洲似乎有些醒过来了,既然你美国可以强调美国优先,那我欧洲为什么不能搞个欧洲优先呢? 要知道,当年要不是欧洲的法国举国之力的帮助,有没有美国这个国家还得另说呢?